知名的旅游达人小王子 他说自己四岁多的儿子日前确减 而他陪院隔离七天时间 最后居然是全身额腿PCR 阴性出院 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小王子他也分享了他的住院策略 他说自己在病房里面呢 设立了三个安全区用餐 现在还会躲进衣柜里面来吃饭 绝对不会同时脱口罩吃东西 而且全程佩戴N95口罩 就连洗澡呢也错开了 他以过来人经验来分享告诉大家 只要做好准备就能够阴影 这是知名旅游达人小王子 日前陪着四岁确诊儿子 在医院病房内隔离拍下的记录影片 两人在同个空间一待就是七天 但令人意外的是 照顾确诊儿的爸爸 最终竟是PCR阴性出院 很多人想问怎么办到的 洗澡的时候也会有顺序 就是我会先洗 洗完之后呢 再帮小朋友洗 开始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把它擦澡 擦完之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口罩不会拿下来 然后到了比较后期 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 才会让他就是全身洗澡 那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其实口罩里面戴着 同时他还将衣柜 靠近窗户边的区域 以及厕所 化为三个安全区 就在这里甚至躲到衣柜内吃饭 不跟儿子同时脱口罩用餐 我先让小朋友吃完之后 做完消毒之后 我才会躲到我的安全区去吃东西 那避免说我们有接触的可能 那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就会比较安静 比较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躲到衣柜里面 去吃一点东西 让自己可以抒压一下 小王子也笑出入院前准备物品 包括卫生纸 塑胶袋 以及让儿子打发时间的 零食玩具等等 而在照顾确诊儿 七天后还能阴性出院 也让护理人员直呼不可思议 连吃饭都会躲在一个地方吃 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 报告一出来的时候 跟他爸爸讲说是阴性的时候 他就说 哇 我们护理人员都说不可思议 先准备好相关物资是最好的 就是大家不要害怕说 疫情发生在自己身边 因为这个很快就会发生 而是说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 要怎么去面对 小王子以过来人惊艳 告诉大家 只要提前做好准备 遇到疫情就不用怕 再来林玉峰章话报道